四電一腦生產者走任制 下星期三起實施 市民買新電器時 零售商會聯絡回收箱 收走舊電器 但可否是送貨當日運走 照視乎回收箱安排 環境局局長王錦青呼籲 市民不要胡亂棄置舊電器 陳耀宗報導 所謂四電一腦 即是冷氣機、雪櫃、洗衣機、電視和電腦 8月1日起 這幾類新電器 入口箱都要向政府 每件給15元至165元的循環再造費 市民同日開始買新電器時 可以要求零售商聯絡回收箱 上滿收走舊那部 但大部分零售商 簡選的回收箱歐六寶 要預早三天通知 上滿時間也只限星期一至六 朝八晚七 是否一定在送新貨當日 上滿收走舊電器呢 政府還未踏實 一般買這些大型電器 都未必需要即日或很短時間去交付 除舊的時間和送新電器的時間 怎樣都好都應該盡量同一日做 那就方便大家 他說加上有三間回收箱 應該滿足到需求 如果有需要 回收箱可以增加車隊 又呼籲市民 不要互亂氣致舊電器 你是買新電器 有免費除革服務 就算不是買新電器的 都可以有一個回收熱線 是可以方便大家 將這些四電一路的舊件 是拿走 不要將這些廢電器 是互亂氣致 儘管這些做法 暫時來說是不違反法規 環保署說 至今已收到超過2,000個零售商 申請登記免費除革服務 至今已處理了1,000多宗 提醒零售商要盡早申請 否則8月1日之後 未有安排免費除革服務 而繼續賣電器 就算觸犯法例 有線List記者陳耀忠報導